牙刷石刷毛要碰到牙齦 且呈現幾度 75度 對 男朋友 背板上寫著標語圖卡 向長輩們為了宣導 如何正確刷牙和牙齒保健 舉辦這個活動可以增加很多姿勢 因為不見得說 平常不見得說 我們每個都會 我晚上刷牙上下左右 第一是要剃牙齒 然後剃好牙屑 然後好再刷牙 刷好 早上起來還是要再刷牙 這樣子保護牙齒 那現在有最新的研究是說 缺癌或患者 少了咀嚼牙齒 互相咬合的一些神經刺激 就可能很容易得到失之症 這些都是可能 我查到比較嚴重的症狀 大家可能在台下會想說 只是缺一個 少了幾顆牙齒有這麼嚴重嗎 醫生是不是都很害嚇我 台上牙醫師舉辦講座 教導民眾如何維持牙齒健康 坐在台下的幾乎是長輩 許多人年輕時 疏醫牙齒保健 現在才要開始治療 長輩們就是年輕的時候很辛苦 或是之前的觀念沒那麼普及 其實現在建議大概60歲以上 年長者都要定期到診所 可以做一個全面性的檢查 或牙周相關的治療 這樣子可以盡量保存牙齒 這樣對健康是有非常大的幫助 也可以及早發現這些問題 今天這場演講很重要的目的 也是推廣一個術室 新的術室 就是說可以不用花費 那麼高的情況下 利用植牙去支撐整口這個甲 這個叫all on 4的一日全口重建的技術 就是它一天的時間 也不用就是很痛苦 然後花很長的時間 然後就可以把整個牙齒的咬合恢復 基隆地區知名的牙醫診所 舉辦七週年公益聯合獎座 地點就在基隆信仰中心清安宮廣場 原來七年前牙醫師童韋倫 從台北回到家鄉 開設牙醫師診所 受到清安宮主委童勇大大鼓勵 希望他能夠回饋家鄉 從本來都在台北幾乎不懂 我們幾人幾乎幾乎的人 所以要回來幾乎 就在中所 人們要收拾也知道 這是阿公的孫 我幾乎雖然做廟空 我怎麼不就出名了 所以小孩都聽話很友好 所以我希望會再幾乎開 因為長期在台北工作 大家都知道台北應該是 醫療資源最豐富 然後最新的設備課程 都可以在台北獲得 那我覺得就是回到家鄉基隆 就發現說有一個落差 包括自己的家人也都在基隆 也是需要一些比較好的照顧 那我就覺得說 應該要把自己的專業帶回基隆 把更好的一些醫療的設備跟技術 讓基隆可以跟台北 甚至跟這個世界都接軌 就是我覺得 回到基隆 然後阿公 給我一個很大的一個 啟示的這個原因 除了牙齒保健 講座中 還邀請了三軍總醫院醫師 教導民眾認識高壓氧 植牙技術 讓患者能夠利用最短時間植牙 降低對於植牙害怕程度 那高氧就是利用高壓的狀況 老人家即使血管不好 他可以利用高壓 那氧氣會擴散 那到牙齒 牙齦 那改善病人牙周的健康 因為他病人的牙齒 牙本要夠好 他那個牙體 像枝牙的時候 種的時候 種下去 他才能夠生長 老人家很容易 就是因為植牙 植牙的牙體 跟牙齦 跟骨本 沒有辦法癒合的話 他這個很容易就在失敗 會鬆脫 主辦的牙醫診所 希望透過活動 讓大眾瞭解 口腔保健的重要性 加強對牙齒保健的觀念 記者 黃少民接用報導